大家好,我是佐拉 今天是2022年的1月2日 我昨天元旦收到了一个包裹 是一个新疆人寄给我的 是一个住在台湾的新疆人 他叫李鹏 他在两年前 他在台湾一直是在做一个旅行业务 就是把台湾、香港或者新加坡的客人 带到青藏高原上去体验青藏高原上面的藏人的传统生活 他就在做这样一种文化交流 也顺便帮助青藏高原的那边的农民有一些收入 所以有疫情的影响的话 他这个收入就完全断掉了 就没办法开展旅行业务了 他就找到一个办法 帮助藏人卖他们的东西 这就是藏人做的牦牛 围巾 他说是百分之百全毛牛的绒毛做的 所以我收到这件货来做开箱 哎呀我要小心一点 上次拆包裹 把包裹的衣服给割开了 这次不能再犯这种错误了 好我们来看看百分之百 牦牛 袋子装起来了 看看 明信片 这可能是藏文的自由 这边是可能是藏文的勇气 放地上 看看这里还有些什么文本 这里是写围巾背后的故事 我来念一念看看 一条围巾海拔四千米 青藏草原 从牦牛身上 生长到绒毛收集书里 从工坊设计制作 再到海运和贩售 经历四季冷暖 翻山越岭数千公里 载着值得让世界听见的故事 游牧行团队曾以青藏高原的游牧体验为核心业务 带领世界各地的人们与青藏高原商的藏人一起逐水草而知 因为肺炎疫情和炙烈变化的国际局势 团队转为支持在地平台 通过高原商品的贩售 让人们了解传统游牧的哲学与价值 所以这是一家唯一的海外代理团队 所以我也来帮他推广一下吧 做做开箱 咦 这是绒毛 可能烧一下会有臭臭的味道吧 会有毛发的味道 这个是什么一个标签 Ytak 就是他的团队的名字吗 Yak 游牧行与Yak合作 用同样的价值观发展在地 好物好公道 好选择更自由 他说这个是没有被染色的 用牦牛的绒毛做的 哇 这么一大块 围巾呢 我不会系围巾了 我的围巾就这么近 好 这就是 青藏高原商的 毛牛绒毛做的围巾 好 谢谢李鹏给我的 送给我的毛牛围巾 我接下来体验一下吧 看看有什么特点 蛮轻 蛮软和的 然后也 这是我第一次掐饭 第一次做工商广告 然后欢迎大家访问 nomad.com.tw 这是李鹏的销售网站 欢迎大家上去看看 他说这个产品原价 可能4000多块钱左右吧 他提供7、6这个折扣 现在是2980块左右 还送一些赠品 然后欢迎台湾的朋友 或者是其他地方的朋友 都来看一看 说不定你买得到 好 感谢大家收看